2015年过世的外号巧克力闪电的达里尔·道金斯 就是1976年扣碎块篮板 1980年拱手给魔术师第一个冠军那位壮汉 自称他打十来年球会混过上千一性 他回忆起自己在1970年打球的经历 描述了那些主动上文的女性 称其为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吸引力 强调自己对伴侣的要求并不挑剔 无论是球员的经济状况 外貌形象通通都不是问题 MBA球员吸引女性的能力 实际上很多时候吸引的关键在于 个人的性格和社交能力 一个性格开朗喜欢社交的球员 通常会拥有更多的追求者 而那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则相对较少 此外球员所处的城市环境 也会对他们的交往产生影响 有趣的是像威尔特·张布伦这样的传奇球员 1968年选择来到洛杉矶打球 一部分原因正是洛杉矶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氛围 能让他遇到更多活泼奔放的女性 这与费城截然不同 提到洛杉矶 我们常常联想到魔术师约翰逊的HIV感染 然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千差万别 其中也不乏一些清新寡欲的例子 比如1980年代胡人队的前锋AJ格林 格林以其长寿和职业生涯的辉煌而闻名 出入NBA时便与魔术师共同赢得了两个总冠军 到了36岁又跟随沙奎奥尼尔和科比布兰特拿到了第三个冠军 他的职业生涯可谓辉煌 出战1278场比赛 1996-1997赛季因交易而参加了83场比赛 唯一缺席的就是1986-87赛季的三场比赛 堪称真正的铁人 有趣的是格林在34岁时自信地宣称自己一生都是处男 他曾透露有一美女对他投来含情默默的眼光 问他为何如此英俊仍然保持单身 对此格林自问自答 认为一方面是他坚信上帝的旨意 另一方面则是他对自己身体的敬重和爱护 因而保持洁身字号 后来查尔斯巴克利调侃他说 你那么敬奉上帝 为什么上帝不给你一些投篮的本事呢 然而人的表象往往并不能完全反映内心的真实 以乔丹的大师兄詹姆斯·沃西为例 这位在洛杉矶这座繁华都市里生活的球员 常常显得精神憔悴 有了一位苦行僧 甚至被人戏称打扮得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大家普遍认为 沃西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 与魔术师的华丽快功配合上 然而事情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1996年11月15日 胡人队客厂挑战休斯顿火箭 沃西在半夜给酒店打电话 询问是否有服务 凌晨两点多前台送来了两位女性 沃西满心欢喜地打开房间 却被他们告知要跟他们走 结果被捕了 等到他从警局出来 便立刻赶往球场 当时胡人正在和火箭的比赛 进行到第二节的37秒 沃西迅速投入比赛 在加时赛中帮助胡人逆转取胜 在3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他狂砍24分 前天到凌晨没睡 想寻欢作乐 被抓进去显然也没睡成 但冲进橘子的他 仍能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果然不会是乔丹所仰慕的老大哥 现在大家说卡泰山姐妹 怎么跟球星折腾都是小儿科 当年的麦当娜和丹尼斯·罗德曼 那可真是一段传奇的故事 按照罗德曼的说法 麦姐时常在大半个美国之外召唤她 仿佛因为女王尽限其风范 1996年达拉斯小牛 杰克逊·基德 马师本一起扛块3G的招牌纵横天下 然后掰了 在我想象里大概是这呢 某一天更衣室里杰克逊随手拍了拍 基德的肩膀心血道 听说兄弟最近结交了一位歌手 难道真的有这回事吗 基德回应 兄长的消息真是灵通 小弟也听说兄长在寻找一位嫂子 两人相识一笑 心照不宣 直到他们互相拿出各自的照片 瞬间脸色俱变 随即整个达拉斯的更衣室 仿佛炸开了锅 多年以后当布雷斯顿 荣升格莱美奖时 三位球员的关系 早已分崩离析 成了过往云烟 再说托尼帕克 与伊瓦朗格利亚的爱情故事 这段传奇也是相遇互晓 彼时的伊瓦 美艳无比 北游男友如果组成一支篮球队 伤病名单也能填满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他为何会看上一个 在圣安东尼奥这样的 小城市里打球的年轻人 且比自己小七岁 伊瓦在2009年的颁奖典礼上 对此解释道 尽管世人都在羡慕 他那光彩照人的外表 但帕克却独独钟情于 他素颜时的清新脱俗 对于一个每天都被妆容包裹的 女人而言 这样的赞美无疑是最动人的 所以在2005年至2007年间 他时常会出现在 圣安东尼奥的主场 为帕克加油助阵 可惜后来帕克的行为 让人印证了一个事实 法国男人的承诺 常常是最不靠谱的 大家都知道 外籍球员在NBA中 融入球队常常面临挑战 但实际上 他们还得面对一个致命的诱惑 野店 尤其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球员们 常常成为这一现象的牺牲品 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年轻人 成长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 战火不断 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他们来到美国 进入了光怪陆离的夜生活后 往往就此迷失在了这个犯罪的乐园 沉溺于挥挥的生活中难以自拔 而且因为东欧小哥们外貌出众 常受欢迎 因此一旦开始频繁出入夜店 便难以逃脱这个漩涡 米利西奇和拉德马诺维奇 这两位球员便是夜店文化的代表 后者在被超音速交易时 更是被大家戏称为 西雅图所有夜店的VIP 如果你发现某个外籍球员 在NBA的前一两年表现出色 但到了第二三年却变得心不在焉 神情恍惚 甚至对主教练傻笑不止 那大概率已经被夜店文化所吸引 逐渐迷失自我 酒色才气的诱惑 让他们在玩乐的同时 还可能遇到麻烦 例如皮尔斯曾因外出玩乐 被人刺得体无完肤 像杰亚史密斯和梅瑟这样的人物 更是在夜店里大闹一场 毕竟玩乐的地方总是人潮涌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纷争 还有肯尼安德森 在新泽西网队效力时 虽然胆子不大 但当地媒体却趁机落井下时 调侃他要克里斯科尔曼 作为保镖陪同出入夜店 而职业生涯因此受挫的例子 也不在少数 吉米亨特就是一个典型 他在打了大半辈子野球后 终于在2001-02赛季 进入发展联盟 2006年夏天 他终于被溜马召入球队 满心期待能够在季前赛上 争取自己的第一份NBA合同 好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季前赛期间 斯蒂芬·杰克逊兴致勃勃勃 带着挺斯利和丹尼尔斯 顺便叫上亨特 声称要带他们渐渐失眠 作为一个29岁的老新秀 亨特自然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便跟随而去 然而事情发展得极其不妙 在验证会中 杰克逊和老板发生争执 然后发生了车祸 杰克逊甚至朝天开疆 警察随即赶到 要查经事态发展 结果一调查 发现 挺斯利和丹尼尔斯的车内都有枪支 挺斯利的车内 甚至还藏有违禁物品 最终受到连累的却是亨特 球队以此为由将他裁掉了 令人唏嘘不已 帕尔特里克尤因在职业生产中 也曾经经历过一些风波 被曝光 涉及到了一系列NBA球员 而尤因也被牵扯其中 那时的尤因身穿一套黑色西服 搭配灰色领带 纽约媒体形容他那副模样 像是在奔丧 在审问中 尤因承认自己曾光顾过黄金俱乐部 他说 我一共去了十次 其中有两次 我看到了姑娘们的一些不正当表演 但他随即强调 规定只能看不能碰 所以我没有碰 更有趣的是他还提到 有一次对方的管理人问他 既然你来了这么多次 是否想把姑娘安排到你的酒店去呢 对此尤因又表现出纯洁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漏骨的要求 作为一位亚买加艺球员 尤因在纽约的篮球界呼风唤雨 却不远千里跑到亚特兰大 去断然拒绝这种要求 是种什么样的国际主义精神呢 尤因后来回忆到 他在亚特兰大黄金俱乐部的光景 大约是1996到1998年这三年 查理他在职业生涯就发现 尤因在1994年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那年他打进了总决赛 1995年虽然在与雷吉米勒的对抗中 遭遇8秒8分的惨痛失利 但他仍保持着20加10的出色出距 然而从1997至98赛季开始 尤因的伤病便尖肿而至 状态一落前掌 我们不禁要问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铁骨针针的球员 膝盖突然不堪重负 又是什么让他那高大的身影变得勾搂 其实从不受伤的他为何会频繁确震呢 尤因的老对手大梦奥拉朱旺也是如此 1996年他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并在1995年成功以免 横草NBA 而在1995至96赛季 他依然场均贡献27分和11个篮板 到了1996至97赛季 23分和9个篮板的数据 你说那是巴克利来了 抓了他的篮板偷了他的分 再到下个赛季 大梦便开始频繁受伤 之后的场均得分 再也没有突破20分 仿佛一切都如流水般消逝 当然自古美人如梁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好汉不提当年 勇好女不提当年翘 可是1996这个十字路口 大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是1996年 年届33的大梦 娶了18的新妻 达里亚阿萨菲 虚人奸赞张博伦 称其为篮球之圣手 体能如禽兽田间大师 然而他的才能远不止于此 张博伦不仅在篮球场上 记忆抄寻 打台球 玩纸牌 玩桌球 也是游人有余 堪称全能选手 1960年代 他常穿一身花格衬衣 走在潮流的前线 一着打扮别具一格 毫不费力的引领了一阵风潮 身边的熟人和姑娘们 无不对他赞不绝口 形容他温柔体贴 健壮有力 总之是该温柔是温柔 该刚强是刚强 张博伦的风流倜傥 与高大伟岸 再加上他那善解人意的性格 确实让他赢得了不小青睐 即便如此 张博伦却在内心深处流露出一丝禅意 他曾说 与一千个女子鬼混 不如与一个固定的伴侣 欢好一千次 让人满足 这种矛盾的情感 使他在篮球巨星的光环下 依然透出一丝人性的复杂 有一个经典的段子 1967年 张博伦带领《费城76》人队 在几乎战中 击败了波士顿塞尔迪克 终结了绿军八连冠的王朝 当时 拉塞尔特意来到费城更衣室 向张博伦表达了祝贺 夸赞他 感得不错 张博伦则立刻制止了 队友们的欢庆 严肃地说 我们要等到拿到冠军再庆祝 不过 还有另一个传说流传开来 当张博伦在场上要求队友低调 不要过于庆祝时 自己却在酒店房间门外 排起了姑娘长队 络绎不绝 彻夜不眠 这一切都与他当时的生活方式有关 虽然在费城打球 但张博伦常常住在纽约 每场主场比赛结束后 便会开车返回纽约享受夜生活 因此经常缺席训练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1960年代的数据如此爆炸 却在1966年之前 让队友们颇感烦恼的原因 所以男女之间的交往本无可厚非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男欢女爱本身 而是一些低劣的生活习惯 出世的未必是好色之徒 而往往是那些放纵自我的人 各种龌龊习惯的交织 最终可能会无情地毁掉一个 本盖光明的职业生涯 篮球史上以暴力美学著称的 扣篮高手肖恩与人坎普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波特兰打球时 已经开始挥霍自己的天赋 身材也渐渐发胖 变得像一头肥猪 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依然乐在其中 据说有一次 坎普在夜店调到了一位姑娘 顺利地带他回到酒店共度凉宵 可这位姑娘似乎觉得 与他的精神交流还不够 兴奋地赞叹道 这次比上次美妙得多 有人一听立刻不高兴了 惊讶地问什么 我之前跟你勾搭过 姑娘笑着回答 是啊你不记得了 我换了一次发型 这下坎普真是暴跳如雷 我发誓 从来不跟同一个女人 勾搭第二次 就这样一个毫无节制的人 难怪他私生子数量众多 甚至能组成一支球队 更可悲的是 他在31岁时 职业生涯便出现了断崖式的吓滑 所以归根结底 毁掉一个人 永远不是诱人的美色 而是他自己 真正的问题在于 个人的选择与自我管理 决定了一个人 能否在事业与生活中保持平衡